準備呀 拿 消防員小心翼翼 利用這個電動器材 將傷者由高處送回到地面的安全地方 救援工作何時都是爭分奪廟 雖然大家看到的只是示範 但是消防員仍然很認真 確保不會有任何差池 還有這套電動上升器 混合了上升和下降的功能 每分鐘可以上下移動22米 器材價值16萬 是消防署從瑞典新引入的 相信可以減輕人手的負擔 同時有助消防員加發拯救的進度 裝好 接著關上 好 繩已經裝好 接著 我只需要啟動POWER鍵 上升的方向 接著 控制它 器材可以在現場安裝 過程十分之簡單 我們都會很留意同事對於這件器材的反應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實際工作 可以提升我們的救援效率 這套裝備率先給新成立的兩隊高角度拯救隊應用 拯救隊是消防署的精英隊伍 專門應付各種複雜的高空拯救工作 裝備也要盡善盡美 身上穿著這套就是消防署高角度拯救隊的裝備 但大話說都有6公斤重 分別有上升器、下降器和這對手套 消防員每次做事前 都要由同僚檢查好自己的裝備以拆安全 這兩隊高空拯救隊合共42人 分別接手港島博富林 和新界田森消防局 消防署表示 為了配合未來基建的發展 會在九龍區再增設高角度拯救隊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李冠儒報導